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元 欢迎回来《万国就行》 我相信这个图应该有部分玩家已经看到了 还有就是传闻说会有7队兵 准确来说这个是水晶科技的部分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升上去过后 你就可以带7队兵出来 那么这个图是不是真的 其实这个图源是来自外国的一个YouTuber 其实他发的消息都是蛮准确的 像之前的忍者来袭活动 中华活动还有之后的传说宝箱呢 都是从他那边拿到的消息 所以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呢 我觉得是蛮大的 再加上水晶科技那边已经改变了嘛 所以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不过这个7队是只有升一个level而已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升上去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带7队出来 但是我看了另外一张图呢 就是现在新版本的水晶科技 全部放出来给我们看 在我们水晶科技的列表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其实是在最后面的 也就是说一般的平民玩家是很难升到那个部分去的 然而这个图有一点模糊 然后我在Facebook看到有一个大神呢 其实他已经翻译成中文版本了 所以我就借用他的图来跟你们讲一下 我看过他的图基本上都是对的 这个图你们可以作为参考 基本上内容呢 是跟之前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除了减少治疗资源 你们看到吗在最下面的部分 这个也是我之前影片有讲过的官方有讲减少提武治疗的费用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看来的话 其实有课金跟没有课金真的是差别很大 因为你这个水晶科技要升到这个部分呢 顾名思义就是你要课更多的金嘛 不然你的水晶是从哪里来的呢 都说是大佬了嘛 就是讲他们的统帅装备那些肯定是比我们好的 所以在这个战场上呢还是一样money is king 其实我的队伍还没有办法可以抽到五队的讲真的 就算真的抽到五队的也有一队可能是不太好的搭配 如果是讲我真的有能力到了这个7队队伍的话 我觉得我也比较大可能就是另外两队负责去见旗帜 还是负责加入集结负责住房之类的 对大佬而言可能像明总这样子呢 他就有更多队伍可以出去打仗嘛 对他而言这个是好事情来的 而且他们觉醒的统帅还比我们更多 如果改成这样子的话我们打仗会不会更好呢 然而我自己本身是有打过水晶科技的玩家 我自己也知道如果你要把水晶科技升到这个部分呢 是真的非常难的 虽然是说这一次的掉落水晶的数量 跟水晶需要用到的用量呢是有减少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到达7队呢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当时是把所有跳出来的水晶礼包 像杰柱仙灯或者是研究部分的礼包全部都买完 整负责制我买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也就是7天左右 然后戎马观山呢我有买过两个 我当时候卡的部分呢也是卡在集结容量的部分这里而已 而且是前面有部分的争议是还没有升满的情况下 所以如果要升到7队的话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所以对于那些没有课金威课无课玩家来讲 这个7队对5呢你们是不用去看了根本不管你们的事情 只是那些课金的大佬呢就要注意这个部分了 还有就是我们之后会受到的威胁就是大佬他可能会拿7队对5来打你 7队对5真的不是开玩笑很容易把你直接打回家 那么改成这样子到底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 我觉得改这个版本出来主要是刺激我们这些玩家去课金 因为之前我们都讲8阁8阁了嘛所以没有多少人会去课金 但是这个东西跳出来的话你可以带多两队对5出去打仗更给力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会诱惑到有一些玩家 原本他也是大课或者是中课玩家也是有课水晶科技的 看到这个部分过后打仗更方便可能会跑回去课金这样子 毕竟像之前有讲过嘛你的战力这么高你带着队5也只有5队而已 你也做不到什么东西但是现在给你7队了你可以带更多队5出去 所以对于那些高战的玩家像已经破译的可能会更开心一点 像88他就应该很开心了可以带7队出去 你越多的队5就越多的优势嘛而且他们的王国是大课王国 像我们这种小小的王国又没有什么人课金的话可能就比较吃力一点 我们还是只能靠人海战术如果我们人海战术又不够多 然后课金大佬又不够多没有办法出到7队的话也表示说我们等死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弥补到有些老王国可能人数已经不够多 但是他们课金大佬还有很多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多两队出来 至于我自己本身能不能接受这个改变呢 我想说其实莉莉斯要改就改了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东西 你看那个T5治疗的也是直接改进去也没有经过我们同意 像我之前讲的你要改的话就全部人一起改 你不要只是改在水晶科技里面而已 而且这个东西还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打完这个水晶科技之后 又要重置又要重新课金 所以这个增加是对于那些喜欢打仗的人好战分子来说是好事情 对于我来说呢如果是真的给我7队的话 我最多也是加入阶阶而已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东西 我现在队伍又不够装备又不够 还有就是你们发现到为什么我的战力呢 现在一直卡在八千多万左右 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课金我很难把战力升上去 战力升不上去没有办法出兵没有办法出去打仗 所以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尽力而为啦 能打多少就打多少啦 毕竟你们都知道打仗等于烧钱 再加上这个水晶科技烧钱烧得更快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暂时讨论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把广告看完 你以为我要讲订阅咧 嘿嘿嘿嘿 我们下个影片